以前有一位读书人叫王生 天性狡诈邪恶 所做的事情都违背逆天 背离逆天 参加秋世文章非常的好 文章非常佳美 房师想推荐他名列前茅 当要填写入榜榜单的时候 考鉴突然不见了 填榜完毕以后 试卷却从房师的袖子里面掉下来 房师乃大悔悟 暗中以王生见面 答应他用其他的方法弥补 不久年这个房书就转任全部 就是律部 王生就因为兼书 就兼证这个钱财跟道明给国家 因此有这个机会进入国家大学 进入国家大学 当王生参加考选的时候 房师正在选事工作 看到王生非常高兴 暗中将他奸写一个好缺 借着 皇帝颁布的恩利规定来奸写 当选旗快到的时候 房师因为负伤而持弃之物 等到三年后又负责了 他永远在显示工作 王生也以资深学员参加考选 房师特别艰险一个官职 兴奉有万金 垂手可斗 经过没几天 王生却遇到母伤而作罢 房师可怜他命运不好 就推荐他到巡抚处当家教 三年渴望领到千金 难不到一个月 巡抚却因为旧案爆发 被隔气之物 王生常有这个奇怪的遭遇 但最后都如画饼一样不能实现 所以非常的气愤 最后基层疾病 在卧床生病三年之间 有一天突然结悟说 都是我饥饿太多的缘故 后来呢 病痛逐渐好奇了 因为他忏悔了 他觉悟了 他也从此以后终身行善 谢西眼曾经说过 天地间所有的福报 如果没有存一些优历 勤劳警惕勉励的心 是无法将他集合到身上来的 如果不做一些记住他人利益的事情 是无法弃除自己的凶恶的业障 跟灾难的 是无法消除的 这计划是很实在的 是无法消除的 是无法消除的 是无法消除的